大家早上好 线上的弟兄姐妹早上好 我们今天来到民书记的25章 章章是一到三节是一段 四到九节是一段 最后 十到十八节是一段 这一章的圣经 这一章的圣经 我们读的时候 很希望它不要出现 因为前面几章讲到 以色列人进入一个属灵的高峰 同心合意的 大家一起围绕会幕来安营 甚至胜过了 他们最难胜过的埋怨 彼此同心 在神的面前 来专心仰望敬拜 一致巴兰的咒诅 都不能咒诅到 以色列的阵营当中 但是这章还没讲完 巴兰三次想咒诅都失败的时候 谁知道峰回路转 急转急下 就出现了这一章的圣经 但是这一章的圣经 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 就是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面 永远都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胜过一次 我们要警醒 胜过了一次 不代表我们就从此 就无灾无祸 就搞定了 其实这个警醒的过程是要一直一直这样持续的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 否则的话 仇敌 是不停的去找机会 希望将我们从神的国里面拿走 所以这一份的警醒一定要时时刻刻保持在我们的里面 只要我们有一点点的离开神 其实我们就离开了保护网 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今天这一章的圣经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道章的一到三节 以色列人的跌倒 第一节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百姓与摩牙驴子行起淫乱 因为这驴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 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 以色列人与巴利比联合 耶和华的路西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一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已经讲出 这个问题的起源是在哪里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石亭这个地方的名字 石亭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造假木的树林 你知道在旷野里面 如果有一片树林的话 是非常的舒服 去过以色列人就知道 那里的太阳是很热的 如果有一片的树林 造假木就是比较矮的树 但是他那个树冠 好像一把扇子一样的 所以你在中东的时候 你碰到一棵造假木的话 就好像打了一把雨伞一样 他们很喜欢站在下面 或者坐在下面乘凉 所以其实这个石亭这个地方 应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 一片的造假木树林 那问题在哪里呢 以色列人住在石亭 这个住字 住这个意思 其实英文将它翻译成停留 他们就停留在这个地方 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 停留在一个舒适的地方 这个字也很特别 因为前几章我们也看见 形容以色列人停下的时候 都说他们在那里安营 安营 安营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战时的 因为你安营之后 随时会拔营呢 这就是一个安营的仪式 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 圣经中文的翻译 突然用了一个住字 住这个字就是停留在这里 住在这里 给人的感觉就是 这次他不想动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是一片的赵家木林 舒服 所以以色列人 就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停下来 这个停下来的时候 前几章我们都读到 不停地记载 以色列起行起行 起行起行的时候 就是一个前进的 一个历程的感觉 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 似乎以色列人不想再前进 这也给我们是一个提醒 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怎样的呢 我们属灵的生命是 不断地前进 不断地进步 还是我们都停留在那里 其实当我们的属灵生命 一不前进停留的时候 就危险了 真的好像逆水行舟一样 不进则退 所以我们真的要不停地进步 不停地要向前 生命里面的软弱 要不停地去对付 我们要追着进度 一直前进 这样才行 以色列人就选择 在这个时候 很想停留在这个安苏的里面 一停留在这个安苏的里面的时候 问题就出现了 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安苏就是 他们开始去满足自己的肉体 肉体和属灵是象征的 肉体和属灵 常常都是相仿的方向 所以当我们停留在肉体里面 想满足肉体的时候 问题就会很多产生了 第一个问题出现的是什么呢 就是白信与摩押的驴子 行起淫乱 白信和摩押的驴子 行淫乱 因为这驴子叫白信来 一同给他们的神仙剂 所以其实这里 第一节的尾 跟第二节加起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这个淫乱 是双重的 即是一个肉体上面的淫乱 道德上的一个问题 更加的是 灵里面和偶像产生连接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地方 所以叫做巴利比尔 应该就是这些摩押的驴子 引诱以色列人 来拜巴利 和巴利来联合 巴利是一个什么样的偶像呢 在近东的地方 在以前的加兰地 这个巴利的崇拜 他们认为 巴利是主宰龙咒物之神 就是大地的风域 耕种的出产 都是在巴利的手中 但是他们的神话传说是怎样呢 就是巴利会吃下雨水 但是我们都知道 有雨季就有旱季 但是在他们的传说里面 为什么会有旱季呢 就是因为这个巴利 被打死了 所以就没有了雨水 但是巴利的 当巴利被打死的时候 旱季出现 但是巴利的配偶 就会帮他复仇 复仇成功之后 巴利就复活 所以来联的雨水又出现了 所以他们相信 为什么会有雨水呢 雨水就是因为巴利 和他的配偶的女神 他们发生的 就是夫妻之士 不想讲得那么白 就是他们夫妻之士 就会有这个雨水的诞生 所以当那些人 拜巴利的时候 他们就会设立一些妙计 那拜巴利的时候 就会和这些妙计 发生关系 就代表加强巴利的 升职的能力 所以巴利崇拜 是一个非常淫乱的 一个崇拜 以色列人停留在 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们就因为受到 这些摸牙驴子的引诱 就去拜巴利 但是拜巴利的同时 也是身体上 肉身上面有淫乱 所以这个淫乱 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鼠林里面先出问题 这个鼠林里面出的问题就是 竟然他们会去拜巴利 耶和华神将他们 从埃及地领出来 经历了这么多年 在旷野的生活 云柱和柱还在头顶 大家要明白 那一幅的图画 就是神的同在 在他们当中 仍然是这么清晰可见 神的同在 仍然是这么大 云柱和火柱 在头顶上面的时候 你竟然就可以走去拜巴利 所以你想想这件事情 是多么的夸张 我们用一个虽然不是很恰当 但是感觉有一点点像的比喻 就是老师站在你旁边看着你 在考试的时候 你在柜桶里面 拿一本书出来抄答案 你都会觉得 有没有这么大胆啊 老师就站在你的旁边 睁开眼睛看着你 这个时候你都敢作弊 你是不是不知道 那个死字怎么写呀 以色列人当时就是这样 云柱和火柱还在会幕上面 他们对着会幕来安营 但是在这个时候 竟然去拜巴利 你说神的同在少了 或者神的同在感觉不到 你去拜巴利 都还说得过去一点点 但是现在问题是 神的同在依然这么强烈 就在眼前的时候 竟然他们走去拜巴利 所以这个淫乱所指的 更加的死指 他们属灵上面的淫乱 所以神一定要止住这个淫乱 否则的话就很麻烦 所以这些的百姓 就向他们的神献祭 他们献祭的方式 其中一件事就是和这些妙计 发生关系 然后就吃他们的祭物 跪拜他们的神 你看这是越来越深入的 献祭给他们的神 吃他们的祭物 这个吃祭物就表示 深度的连接 然后跪拜他们的神 跪拜到最后就是 以这个神为他们的神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心里面都会问一个问题 那以这个神为神 那带你出埃及的神 还是不是神呢 你心目中又将神 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这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以色列人就和巴利比尔 联合 耶和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的怒气 向以色列人发作的意思就是 其实就是瘟疫 就在他们当中爆发 当然我们会问 为什么瘟疫就会爆发呢 为什么他们这样离弃神 神不是神专门让瘟疫来临到他们 惩罚他们 而是问题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面几章的时候 巴利 巴勒想请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 只不过因为神的保护 以至这个咒诅不能发生 但是其实这个咒诅有没有产生功效呢 问题就是 神好像设立了一个防护罩 罩住了 但是这些的咒诅啊 这些东西 在零件里面已经发动了 只不过攻不进去 有一个防护罩 好了问题来了 今天如果防护罩穿了一个洞 那怎么办呢 就是本来被挡在外围的这个咒诅 因为防护罩穿了一个洞 你的城墙穿了一个洞 那敌金就可以进来了 所以问题就是在这里 当以色列人 他们在属灵上面和巴利一联合的时候 其实等于他们弃绝神 不以神为他们的神 那这个防护罩就好像穿了一个大洞 甚至消失了一样 那这些的咒诅 就捧的一声就进来了 其中一个咒诅我想 巴兰 当时想咒诅以色列人数减少啊 才变成以色列人不强大啦 就不是巴勒的对手啦 所以这个防护罩一消失的时候 瘟疫就发动 瘟疫一发动的时候 其实以色列死了很多人 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合一 那种天下无敌的状况 就马上大打折扣 这个就是咒诅成功了 你有没有发现 如果我们读圣经再下去的时候 去到三十一章 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 其实 这个引诱以色列人犯奸淫 这个绝技是巴兰 交给巴勒的 我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 于是他临走之前 送了一个毒祭给巴勒 就是告诉他 其实你在外面攻不入 但是如果以色列人里面出问题的话 他们就没有了 这些的咒诅就会临到他们 因为神的保护伞就会收起来 或者是穿了一个洞 所以仇敌是很厉害的 他外面攻不入你的时候 现在就让你里面内部产生矛盾 内部腐烂 让神的保护网 神的功效消失 他们用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让淫乱的方式 其实 白信和摩押女子行淫乱 其实这也是摩押人最厉害的 因为摩押人 他们的始祖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从淫乱而生 所以淫乱就是他们的根源 也可以说是他们最大的强项 在属灵里面 你叫他做其他事情 可能没那么厉害 但是他做这件事情特别厉害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而来的 所以他们要发挥 他们最大的黑暗权势 这个权势也是他们的根源里面 那以色列人果然没有办法可以招架 真的随从他们 不单止肉体上面 其实在淫乱上面 更是胜过肉体 在灵里面也兴起了淫乱 这个淫乱一出的时候 这个文艺就在他们当中爆发 本来供不住的肉的咒诅 现在就长驱自尽 这就是第一个大段了 我们看第二个大段了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 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 可以消了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 凡属你们的人 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 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摩西和以色列的全会中 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 谁知 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 当他们眼前 带着一个米店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即使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萨的儿子菲利哈 看见了 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枪 跟随了以色列人尽情之趣 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 这样在以色列中 瘟疫就止息了 那时遭瘟疫死的有两万四千人 这件事情爆发了 他们在巴利比尔那里和巴利连接 大大的得罪神 瘟疫就在当中爆发了 那这种瘟疫要止住 否则的话他会一直蔓延 那怎样去止住呢 所以神就吩咐摩西 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 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使我向以色列人 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 这一番的话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要堵住破口 既然现在仿护罩穿了洞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补上那个洞 补上那个穿了洞的地方 这些的咒诅 这些瘟疫就可以止住 那补的方法是什么呢 神就说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 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 补的方法就是 要将所有的族长 对着日头悬挂 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会有几个感觉就是 哇好残忍啊 哇神理其出的方法 怎么这么残忍呢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为什么会将所有的族长 都在神的面前 对着日头来悬挂呢 为什么原因呢 刚刚Pauline都分享她说 啊 原来做领袖是这样啊 下面人犯错 就是我要承担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的主言犯的错 都全部算在我头上的话 那我不知道挂了多少次 应该挂了下不来 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这段圣经 我们要这样来理解 我自己觉得 神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个人都要担负自己的过犯 所以我相信 为什么神说要将所有的族长 都要在神的面前 对着日头悬挂呢 这个罪 这个破口 应该由众族长带入的 他们不是因为下面的人出问题 所以他们要去承受 而是其实他们是带头的人 神的同在这么大 云处活住在这里 如果不是族长带头 你觉得下面的那一帮 敢不敢造反 其实就是有样血样 跟 哇 这个谁谁是谁 他都作弊了 那就一起了 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这些族长 本身他们是带头 在这些事情上面 和巴黎来连接 所以他们就要担负这个罪 神将他们 神的判决下来 所以这个判决 你说是不是残忍呢 你可以这样看 但问题是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人有了神就有生命 我们选择离弃神的话 那个结局必然就是死 去到行约也是这样 都是这样讲 人有神的儿子就有永生 这是一个属灵的定律 以色列人你不是不知道 以色列人你是知道的 你们的命是神所赐予的 也是神所拯救的 然后现在你选择不要的时候 那是不是要面对 你所做的选择的后果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是一个以色列人 所做的选择 神不是说 不让你知道 而是你知道真理 你知道情况 但是你刻意去做 很简单 你交白卷肯定会不合格啦 那你可不可以说 那交白卷不合格实在是太残忍了 问题就是 这是你的选择啊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其实 以色列人是一群清楚的知道 离弃神必定会死亡的百姓 但是他们竟然还要选择这样做 而且由这些领袖来带头 所以神说要将这些 你要看到这些审判当中 神有一个怜悯的一面 你觉得除了这些众组长 犯淫乱 拜巴黎之外 你觉得下面的人有没有跟着做啊 肯定不止啦 肯定不止这几个啦 但是问题就是神说 只是将这些组长在神的面前对着日头来悬挂 其他的人 那为什么不一起挂呢 如果我们说公义公平的 应该 所有拜巴黎的全部都要挂起来才对啊 就是天子犯发于庶民同罪 其实神是有怜悯恩典的 当这样去做的时候 其实也警戒下面的人 那个都挂在上面了 那我开点回改 不要再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情真的是不行的啦 本来是想起一个这样的作用 本来如果是这样 当这些带头 作恶的人被挂上的时候 所有人都肃静啊 所有人都悔改的话 瘟疫应该就止住了 但是呢 其实我们从治理行间都看见 这个瘟疫竟然没有止住 为什么呢 所有这些带头的 拜巴黎的组长 全部都挂起来 为什么瘟疫还不止住呢 摩西有吩咐 凡事和巴利比尔联合的 就要帮他们杀了 只是不将他挂起来 那然后呢 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中 在户面前哭泣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哭泣呢 一方面是为着这些犯罪痛悔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瘟疫仍然在当中 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痛哭 来希望这场的灾后 快点止住 神的保护 到快点可以修复好 就是在他们正在哭泣的时候 认罪的时候 在痛悔的时候 呼求的时候 谁知 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 当他们的眼前 带着一个米店的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大家一起 在这里呼天抢地 大家在这里认罪 其实在这个时候 摩西等于召开了一个全以色列的认罪大会 你就在这个认罪大会当中 众目睽睽之下 大家都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重新的归向神 不要去拜巴黎 不要和妙计发生关系 在这个时候 你就大摇大摆地拖着一个妙计 还要在摩西众人的眼前经过 就是你想想 这件事情 胆到底有多大 这真的是色胆包天 竟然是公然地这样 去到他们的眼前 带着一个米店的女人 到他弟兄那里去 他不是自己 做就行了 他还要将这个女人 带到他弟兄里面去 就是想着 大家一起来犯罪 这是真的很难接受 很难去想象 这个人就这么做 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样做 所以祭司亚伦的孙子 以利亚撒的儿子 菲利哈就看见了 他一看见的时候 就从会中起来 手里拿着枪 其实摩西都还没有反应 亚伦都还没有反应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的时候 这个菲利哈就已经发火了 马上就拿着枪 因为太过分了 全会中都在这里认罪 就算你不是真心的认罪 你做个样子也好 你连样子都不做 都还不止 你还要反过来 明明前面那个人 因为行这些事 都已经被处死了 你还要在法官面前做同样的事 你真的是 当摩西亚伦是死的吗 其实在指向都是 你真的当神是死的吗 你有没有看见这件事情 他的严重性 他的严重性 真的完全是不当神是神 其实这个行为等同于什么呢 神让你看不见 你看不见的 当神不存在 所以菲利哈一看见的时候 就阿火了 摩西亚伦还没有反应的时候 他就马上拿些枪 就跟着后面 那怎么样呢 跟随那以色列人进亭子去 跟着他 他不是马上就做什么 他是跟着他 跟着他 然后去到亭里面的时候 就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 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菲利哈都要做这件事情 他拖着那个女人 不知道他做什么的 但是你猜都能猜得到 所以他已经生气到一个地步 拿着枪 就是 作贼要拿 作贼要拿 所以作坚要在床 所以他跟跟跟 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就可以 你可以想象一个地步就是 这个男女 一定是开始做一些 不见得光的事情 以至菲利哈一枪刺下去的时候 就将那人 以色列人和那女人 由腹中刺透 圣经就这样写 其实如果你用一个图画的想象 就是菲利哈那一枪下去 就将两个人一起刺穿 真的好像两粒鱼蛋 鱼蛋刺透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两个人在做见不得光的事 所以一枪就将两个人刺穿 真的是现场抓住 没有话好说 没有任何的话好说 菲利哈就这样去下手 但是当菲利哈这样做的时候 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住了 因为发现这两件事很奇怪 为什么菲利哈一枪下去的时候 瘟疫就停了呢 因为破口止住了 原来那个破口就是 插这个人 这些的领袖被挂起来 带来白星的震撼和悔改 但是当中还有不肯悔改的人 这个不肯悔改的人 让以色列人当中的破口仍然存在 一天破口还存在 瘟疫就没有办法止住 当菲利哈一出现 一枪吃下去的时候 这个破口没有了 这个破口一消失 瘟疫就立即停止了 所以其实神很想快点 保护以色列人 但是问题无赖就是 这个破口一天在的时候 神没有办法止得住这个东西 但是只要这个破口 一止住 一堵住的时候 你就看见瘟疫就马上止息了 神的保护马上就临到 所以这其实是神对以色列的慈爱 我们要明白 但是当然这个属灵的法则 神也不会违反 这个法则就是这个破口的法则 当我们有破口的时候 神无论多么爱我们都好 都没有办法来保护我们 但只要我们一悔改 一止住一堵住破口 你会发现 神的保护是立即的临到 今天我们都要有这个提醒 为什么我们对罪要很敏锐 因为当罪亦产生破口一出现的时候 仇敌 因为他是在服事单单不停的想攻击我们 这个破口一出现 他马上就过来 但是同样的 这个破口只要一堵住的时候 神的保护也都马上临到 所以我们要明白 这个属灵的法则 可惜是什么呢 虽然在这个时候 瘟疫已经立即的止住了 但是已经有两万四千人无辜的死掉了 这就是因为瘟疫的缘故 他的后裔 做永远当祭司的质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那与米店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 名叫行里 是撒路的儿子 是西面一个宗主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店女人 名叫哥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是米店一个宗主的首领 耶和华小义摩西说 你要扰害米店人 击杀他们 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 在比尔的事上 和他们的姊妹 米店首领的女儿 哥斯比的事上 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 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 因比尔的事被杀了 第三段是 对前面那一段的一个补充 在菲利哈事件之后 神就小于摩西 因为菲利哈对神有这个祭邪的心 以神的心为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为以色列人止住了罪 所以神要赏赐他 神给他的赏赐就是 给一个平安的约 赐给他 让他永远做祭司 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 为以色列人赎罪 读住了这个破口 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奖励菲利哈呢 因为菲利哈本来就是祭司一族 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 其实祭司的责任就是 对付罪 担罪 带以色列人认罪 也去止住罪 所以当菲利哈这样做的时候 他是一个称职的祭司 神就很得安慰 神就很得满足 所以今天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要知道 信徒兼祭司 其实你和我都是祭司 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有祭司的责任 这个祭司的责任就是 我们要为世界当罪 赎罪 止罪 这三样东西 是我们 当罪 足罪 止住罪 如果我们每一个做祭司的人 可以活出一个这样的 责任 我们做得好的话 这个社会会不一样 这个社会就会不一样 但相反 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功用的话 其实这个世界 会更加急速的堕落 以致神最终的审判 会更快的临到 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的 神在菲利哈这件事情上面 他非常的约纳 也因为菲利哈所做的事情 让神的怒气止息 为什么神的怒气会消了呢 因为破口不在了 神不是那个无端端发脾气的 发脾气一定有原因的 那这个原因只要一解决的时候 脾气就没有了 神是那个充满怜悯慈爱的神 他发起这个异路的时候 是必不得已 但是当这个罪 被对付的时候 破口一消除的时候 你会发现陆续就止息了 这就是我们的神 接下来他就补充了一些资料 十四节 那个和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 以色列人 他叫行李 是杀戮的儿子西面 一个宗族的首领 他还不至于是一个 自派最大的首领 但是他都是一个 自派里面的宗族的小首领 可能他还没有去到组长 但是在西面自派里面 都已经是有头有脸的 都属于一个大家族里面的 的家长 小族里面的组长 你看看 他是领袖 神对领袖都有心意 什么是领袖呢 就是我们要带头啊 神将这个领袖的威风 给我们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在属灵上面 要带头 带头去敬畏神 当然 在这个应用上面 其实圣经也说 蓝人是家中的头 所以也是一样 那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你是那个头 你是那个首领的话 你要带头 做属灵的事 你要带头去亲近神 但是这个首领 他却是带头 去拜偶像 带头 去挑战神 离弃神 当然 那十二个族长 被挂在木头上面 都是一样 所以他们的下场 就是这样 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做心力 心力这个字的意思 其实是敬拜 当你听到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很讽刺 他为什么会改一个 这样的名字呢 当然意思 我想帮他改名字的人 都会觉得 这个人要来敬拜神 所以连他的名字 都叫敬拜 他是一个敬拜的首领 就是如果 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是一个敬拜主领 这个敬拜的主领 带头去敬拜巴黎 这是什么事 然后跟他形形的女子 叫做哥斯比 哥斯比的名字 的意思是什么呢 musical就是音乐 其实也是敬拜 你没有发现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都是敬拜的人 不过 一个本人是敬拜神的 另外一个当然是敬拜巴黎的 那这个敬拜神的人 竟然跟着这个女人去敬拜巴黎 敬拜巴黎是当时的流行文化 所以属灵上面 他们从敬拜神转移到 跟随世界文化去敬拜巴黎 今天我们的敬拜 有没有掺杂呢 今天我们的敬拜 有没有被世界来挟持呢 今天我们是不是单纯的 真心来敬拜神呢 还是 只是一个音乐呢 有没有我们敬拜的时候里面 有没有泪涵呢 还是只是表面上来唱 当他是一个音乐 这是心里 和哥斯比 这个哥斯比 也是一个米店人的领袖 他的爸爸也是一个领袖 所以是领袖与领袖联合 然后在敬拜的事情上面出问题 以至以色列当中瘟疫来爆发 如果不是因为菲利哈止住了 这个破口的话 以色列的灾祸将会更大 这个瘟疫不知道怎样才能止住 这个罪也不知道怎样 才可以被对付 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提醒自己 我们要跟神 我们就专心的去跟 如果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就专心敬拜神 千万要留心 不要被世界拉扯 不要被这些东西引诱我们去 否则的话 这个破口 我们要付上的是一个很沉重的代价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单一的 专心的仰望耶和华 因为他才是我们唯一的神 Amen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来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 走我们来敬拜里 因为你就是那个唯一创造天地弯我的神 走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里 中水中经过 你必与我同在 中火中经过 你必遮盖着火 你双手一致 你是心拯救 哪有能力敌出 你赦免罪孽 一致一切疾病 你赐下应许 叫我们的痊愈 你曾生死亡 你践踏走一 你掌权在阵地 伟大地神 穿着天地万物的神 风浪之中保守我们 困难中我依靠的神 奇妙的神 不足高强 请拜我神 相信你要抵制我们 呼出你来拯救我们 也不足高强 订阅功能 如果否划算 去将天地万物的神 订阅功能 在家会 去将天地万物所谓 去将天地为 云震 万物的神 已心 与我 一致一切疾病 就是 首先 我们 看看 一致 你真身失望 你践踏手翼翼 一掌拳在全地 为大的神 抓着天地万物的神 风浪之中保守我们 困难从我依靠的神 奇妙的神 不准高潮停摆我身 小心翼翼要依止我们 不足以来拯救我们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为大的神 奇妙的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为大的神 奇妙的神 为大的神 装着天地万物的神 不足以来拯救我们 风浪之中保守我们 困难从我依靠的神 奇妙的神 不准高潮停摆我身 小心翼翼要依止我们 哭着你来拯救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唯一独一的真神 因为你我们才能 你将我们从罪中赎回 因为你的宝血洗进我们每一个 主要我们不可以忘记 主要我们不可以忘记 你对我们一切的恩典 主要我们感谢你 主要我们单单地信靠你 你就是那位信实的真神 主要我们来仰望你 敬拜你 你是独一的真神 虽然我曾有世心愿离过 但你心事仍静静抓住我 学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 只夸要你一切为我所做 唯独依靠你 唯独依靠你 无诈的宝血 与属真实的我 我不得家的地方 唯独依靠你 唯独依靠你 承受永恒 见命不一段缘 天涯海照你把我寻回 耶稣 主要我们单单来依靠你 主要我们单单来依靠你 却会放手不再靠自己活 只夸要你一切为我所做 唯独依靠你 唯独依靠你 无家的宝血 与属真实的我 无家的宝血 与属真实的我 多么不得家的替换 再次迷远 再次迷远 依你的宝血 新生的宝血 寒暗无惧 到你面前 再次迷远 依你的宝血 新生的宝血 寒暗无惧 到你面前 无瑕疵 每次的爱来到破碎的我 面前 唯独依靠你 唯独依靠你 无家的宝血 与属真实的我 多么不得家的替换 唯独依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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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永恒 建立无一段缘 天涯海角你把我寻慰 唯独依靠你 唯独依靠你 无家的宝雪 连出真实的我 我默默不等待他听完 唯独依靠你 唯独依靠你 成就永恒 建立无一段缘 天涯海角你把我寻慰 耶稣 天涯海角你把我寻慰 耶稣 是的耶稣我们感谢你的保险 耶稣感谢你的救赎 是你将我们寻慰 是你将我们从黑暗 带入光明的里面 弟兄姐妹今天在 逾越节的第一天 神让我们读到民书记 二十五章 好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都闭上眼睛 在灵的里面去思想 一开始牧师跟我们提到 石亭 是一个造假母的树林 是一个舒适的地方 那里发生的是淫乱 在过去旷野的里面 在艰难的环境 人很多的埋怨 但是在舒适的里面呢 产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体贴肉体 好不好 我们求圣灵来光照你 光照我 很多时候 同样的 在艰难的里面 我们常常埋怨 在舒适的里面 我们又偏行几路 体贴我们的肉体 圣灵今天 在逾越节的第一天 当我们思想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做出的交换 这个替换 好像刚刚师哥所讲的时候 圣灵你今天来光照我们的生命 主要我们说 我们和以色列百姓一样 都是这样的无知 求你来帮助我们 尤其是 在二十一天的禁食里面 我们更加看见自己 是何等的体贴肉体 好不好 这个时候 圣灵提醒你 光照你 我们就在座位上面 向神来认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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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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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